现在上课 我们继续讲 盈位生会篇的第二段 八十六页 最后那个自然段 也就是下交 下交之所处 齐博答约 从部位上看呢 下交者别回肠 而肾 而注入 注入膀胱 而肾入烟 这是下交的部位 从回肠往下 别就区别划分 也就是说下交 部位是从回肠往下 它注于膀胱 而肾入烟呢 是说下交所输出的基叶 是从回肠 往下 而把它渗入到膀胱里面去 这是从部位上 在回肠 回肠就是小肠的下端 现在还有这个部位吧 现在解剖学也还有回肠的部位 那名称 在小肠的下端 这个位置 从小肠往下 小肠的功能 我们在讲到 其他的片当中 曾经提到过 它不有密别清拙吗 这个 所以它呢 从小肠 从这个回肠往下 它可以啊 密别金叶 密别金叶 渗入膀胱 是这样的功能 下边又讲 水骨者 常病居胃中 水骨 水和骨 银和石 水和骨 在胃里边上 同病居胃中 同时混合 在胃里边的 它成为糟博之后 同时到达于下场 到达于大场 成糟博 而一 聚下于大场 都下到大场里边 这个下边那句话 而成下叫 肾而聚下 记 这几个字 教材有注释 这几个字是 九个字 这九个字 怀疑是眼闻 所以是眼闻 成糟博而聚下于大场 密别之 密刚才我们讲了 过滤 区别吗 过滤分别 这个水和糟博 把这个水呢 就渗入磐光 寻下胶而渗入磐光 你糟博呢 就入于大场嘛 糟博下于大场 水也渗入磐光嘛 这是下胶的功能 把糟博分开 一部分到水液 到水液到磐光 骨石糟博到大场 那和肠在胃中的 那个中胶的 并居胃中情况 就不同了 那么成于下胶之后 成了糟博之后 就有排出的功能特点 是吧 膀胱也有排出的特点 大肠也有排出的特点 当然我们讲了 膀胱的索藏肌叶 和现在概念当中的 膀胱藏的尿液 概念是不一样的 这我们在前面 讲灵蓝蜜点的时候 曾经讲过 下面又谈到了 这个这个饮酒 而小便先下的问题 是吧 上胶举例的 举一个热饮食 奇迹未定看出的问题 下胶又举例说 举例一个人饮酒 奇迹未定 也等于奇迹未定 而小便先出的问题 你看 人饮酒 酒意入味 骨胃熟 而小便独仙下 骨胃熟 就没有腐蜀水骨呢 胃不是腐蜀水骨的吗 并没有经过胃的消化呢 那尿可就出去了 跟前面所说的 奇迹未定 汗出来了 下胶呢 就是讲的小便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喝了酒 酒虽然是液体的东西 但是刚到胃里头 饮食物还没消化的时候 肯定水骨还没消化 为什么小便就先出了呢 奇迹回答说 说酒啊 和饮食物 一般饮食物是不同的 说酒者 熟骨之液 这是经过 制熟了 经过酿制了 经过酿制了 所以是熟骨之液 是骨经过酿制 成为的液体 其气汗已清 这个清教材有注释 做华 华丽的华 教材的二十七处 说甲乙经 以及太素 均作华 义圣 这个意思 作华的意思 比较图 好 齐气汗已清 这应该是齐气汗已华的意思 又彪悍又华丽 就是说这个酒气啊 是熟骨之液 它的特性啊 它的性质是飘悍而华丽的 故后骨而入 先骨而叶出 所以不但是同时又饮酒又吃饭 即使是后骨而入 后喝的酒 它也先排出来 后骨而入 先骨而叶出嘛 因为什么呢 因为齐气汗已华嘛 这说小便先下的问题 你看他在讲上焦中焦下焦 在些举例的时候也举不同的现象 不同的现象来说明 上焦容易发散容易出汗 下焦主排泄 是吧 所以他举小便为例 第三 余文最后这句话就是更总结了 更概括的总结了 这个这个上中下三焦的功能特点了 说上焦如物 上焦主宣散吗 在于上吗 把汗都分 分布到皮肤上 上焦的功能 把这个筋液给输布到毫毛 当然也更输布到全身 所以上焦如物 好像物一样 散开 也就上焦主宣主开 主宣主开 发散 上焦如物啊 是物叫发散的 弥漫呢 弥漫各处啊 中焦如欧 欧就是用水浸泡东西 给它变了 给它变纸了 这叫欧 中焦如欧 给它腐烂了 这不叫欧吗 下焦如堵 下焦的功能特点呢 像堵 堵是水沟 主排出 这是对于上中下三焦功能特点 这个总的一个概括 中焦辅属水谷啊 所以如欧 下焦如堵啊 下焦主要是有排泄的特点呢 大便排出 小便排出 那都是有排出的特点 下焦如堵 堵是水沟 流动 此之未言 这加以概括 当然以后世也有人说 上焦主开 上焦主那 主受那 中焦主化 消化 下焦主出 也有人 后世也有这么总结的 那是又从另外一个意义上 上焦主受那吗 中焦主腐属水谷吗 主化吗 运化吗 下焦主出吗 也有这样一个概括 那么这一段串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翻过页来 八十八页 八十八页 林郑只要呢 又提一下 夺学者无汉 不汉者无血的问题 这个观点呢 是建立在血汉同源上 也就是今夜营味气血 都是水谷精微所化 营味之气了 营味就是气 今夜营味这个血液 都是水谷精微之气所化的 所以呢 有一方面受伤 在病理情况下一方面已经受伤 不能再影响另外一方 因为互相之间是相互影响 甚至于是相互转化 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是 所以说这是血汉同源 气化相通 因此说血与汉的关系是密不可分 换句话说 学业中 有经验 经验 本身就是血液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今夜不单纯在脉里边 今夜分布到全身各处 但是血中的成分就有今夜在内 而汉就是今夜所化的 因此说夺血者无汉 夺汉者无血 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 关于那个今夜化身为血的问题 咱们教材 在这个林郑指要 第一个自然段倒数第二行 引了灵书的 拥居篇的话 拥居篇的话说 肠胃受补 中间有一段删解 无非讲饮食物的消化问题 中教出气如露 上教上注西谷而渗孙脉 今夜合调 变化而赤为血 今夜合调变成赤色 它就是血 或者今夜到于脉里边去 脉者血之腐 那就是成为血液组成部分 因此金与血 金业与血 金业与汉 是这样的关系 是有一种互化的关系 所以夺血者无汉 夺汉者无血 同时特别又举例 这个商寒论 商寒论说 扭家不可汉 扭 扭血的病人 叫扭家呀 这就不是扭一次扭半次 经常溜血 失血的病人 不可汉 窗家不可汉 窗也是伤筋液伤血的 这都不可发汉 都伤筋液嘛 又说亡血家不可汉 这更清楚了 无论什么原因 经常失血 哪怕痔疮经常失血呢 或者妇女的崩漏失血呢 这些个经常出血的病人 都不可用汉法 反过来 大汗出的病人 也避免伤其血 不可网用 活血化瘀 刺肋出血 等这些方法 所以这在临床上 这就是一个指导性的语言 多血者无汉 多汉者无血 是一个非常原则 非常重要的观点 这篇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讲第八节 灵书崛气篇 崛就是分别 区别的意思 崛气 就是分别区别气学 因为这一篇 是区分 或者说是论述了 六气 六种气 六气的概念 区别六气的概念 以及他们的功能特点 或者主要的 这个病症 主要的病症 因为他先以区别 先区别开六气 然后再分别讨论六气 每一气 他们的生理 他们的病理 等于讲这些问题 所以篇名叫做 崛气篇 这篇比较短 我们是全文这个 录在教台里边 我先读一遍 黄帝曰 于问人有 精气 金叶 雪脉 这不六气吗 精气 金叶 雪脉 于意 以为一气而 金乃 便为六明 于不知气 所以然 齐博曰 两身相搏 何而成形 常现 身生 是味精 何味气 齐博曰 上教 开发 宣无古味 熏腹充身 则毛 若雾露之盖 是味气 何味精 齐博曰 奏里发泄 汗出真真 是味精 何味夜 齐博曰 汗出 鼓入气满 傲则 注于鼓 鼓鼠屈身 泄则 补亦脑髓 皮腐润 则是味夜 何味学 齐博曰 宗教受气取之 变化而斥 是味学 何味脉 拥恶盈气 令无所必 是味脉 皇帝曰 六气者 有余不足 气质多少 脑髓之虚实 血脉之轻浊 何以知之 齐博曰 脱经者耳聋 精脱者耳聋 气脱者目不明 金脱者奏里开 汗大泄 夜脱者 骨髓屈身不利 色腰 脑髓消 颈酸 耳硕明 血脱者 色白 腰然不择 其脉空虚 此其后也 皇帝曰 六气者 贵贱何如 齐博曰 六气者 各有不足也 其贵贱 善恶 可谓 常主 然 五谷 与味 为大海也 下边串讲 人有精气 基液 血脉 这是六气 皇帝说 人有这样六气 但是我认为 这是一个气 从诗纸上说 这六气 是一个气 可是呢 现在把它分成六个名称 不知其所以然 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那么齐博下面回答呢 就是说 每一气 每一气啊 各有不同的特点 虽然是 虽然是一气 都是水谷 精微之气所化 对的 但是呢 又各有不同的特点 各有不同的功能特点 各有不同的 这个这个病症的特点 还有病理特点 所以把它分为六气 等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了 说经 有经的特点 或者说 经的概念 在这里又定个概念问题 是什么呢 他说呀 这样的才是 这样的才是经 说两神相伯 两神是男女两神 男女两经 阴阳两性 相互结合 伯就是结合 相互结合而成新的生命 婴儿 产生婴儿 在这婴儿产生之先 常先生生 那个就是经 也就是先天之经 男女生之之经 这婴儿之先的 他是为之经 这经 说什么是气呢 奇博说 这不经气 今夜雪脉吗 我猜完了 这就是经 什么是气呢 奇博说 上交开发 上交 我们刚才讲的 盈卫生会 篇的讲的 上交 上交有主宣发 开泄 发散 这样的特点 就宣发 上交开发 宣是宣散 宣五谷之气味 也就是宣散今夜 这五谷之气味 实际上就是 精微之气 上交开发 宣五谷所化生之精微 宣散到全身去了 全身什么地方呢 起的什么作用了呢 有 熏腹 温 熏是温须的意思 温须的皮肤 充身 充斥全身 全身各处 都得有 这个水谷所化生的 精微之气 择毛 润择着皮毛 若雾露之盖 好像自然界的雾和露 那样灌溉着 大地 若雾露之盖 弥漫 不散 各处 是为气 说这个 就是气 上交所发散出来的 这个五谷 精微之气 能够布散到全身各处 表里内外 好像自然界的雾露 那样弥漫各处 滋养 温须 全身 说这就是气 说那么 金是什么呢 习博说 奏里发泄 汉出 真真 是为金 奏里 开发的时候 出了那些个 真真而出 那些汉 那就是金业 所化的 所以刚才我们讲 前面说 多汉 这无血 多血 这无汉 引了这句话 汉出 真真 是为金 河北叶呢 叶是这样的 说 谷入气满 饮食水谷 到人体之后 这个饮食水谷之气 比较满意 化成的精微之气 满意 就很丰盛 很丰富 奥则 注于谷 那个奥啊 就是浊 浓厚 浓厚的意思 浓厚润泽 有浓厚润泽的 这个特点的 水谷之气 注于谷 输注到于谷 输注到于谷之后呢 谷鼠屈身 鼠是连接的意思 鼓和鼓连接的地方呢 当然是关节 不但鼓受到了这个叶的滋养 那个浓厚的滋润的水谷之气的滋养 而且呢 骨骼和骨骼之间的关节 关节 屈身 能够正常的屈身 也就是关节也滑丽 还有谢泽 谢泽是流 谢是流的意思了 流也就是滋润了 流动而滋润的 这个作用 这个作用 流动而滋润的作用 流动而滋润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 纸液的这类东西 是不是 纸液的这类东西 所以叫谢泽 还有呢 补益脑水 因为注于谷 又能够补益脑水 还有什么作用呢 是皮肤润泽 这些个功能 水骨精微之气 所化生 水骨精微 所化生之气 发挥这样功能的 注于骨的 滋养着骨 又使骨的关节 能够屈身 能够流动滋养 还补益脑水 润泽着皮肤 说这个水骨精微之气 化生了什么 这就叫做液 那么液和金呢 金是布散乔生 液呢 相对来说偏于阴 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厚浊的部分 所以有傲则 注于谷嘛 金液相对而言 金又清晰的 液就是厚浊的 何为雪啊 中焦寿气取之 中焦寿水骨精微之气 取其精知 变化而斥 前面我们讲了 奉神 奉心神而化斥 是为雪 这就是雪 什么叫卖呢 它是从功能上讲 拥恶盈气 令无所必 是为卖 拥恶盈气 就约束着盈气 赢者雪之气 其实拥啊 就约束着气血 约束着 气血 令无所必 让它不能逃避 按照一定的轨道巡行 这是什么 这是卖 换句话说 是卖的功能 这是讲的功能 什么功能呢 它有约束着气血 盈气 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 不要让它 随便的跑掉 不让它失常 这就是卖的功能特点 所以这样的几句话呀 拥恶盈气 令无所必 以及最上边的这一段话呀 是非常重要的 要一定把它记熟了 上交开发 宣武虎位 雄武充臣 泽毛若乌鲁之盖 这就是气 汉出真真事未尽 等等等等 这这一段话应当是记熟了 下面第二个自然段 六气说 有余不足 气之 气之多少 脑水之虚实 血脉之清浊 何以知之 说怎么样才知道这个六气 是一种有病的情况呢 是一种病理情况呢 对吧 气有多有少 脑水有虚实 血脉有轻有浊 怎么才可以知道呢 换句话说 知道他这个六气之病之后 又和哪个脏腑有关系呢 怎么样 怎么样认识这些问题 西伯回答说 惊托者耳聋 这脱就是脱湿的意思了 丢湿了 大虚了 筋脱了 常见的症状是什么 是耳聋 经 这个经上面讲了 是讲的肾经 常先生身是未经 心的生命产生之前的物质 先天之经 藏于肾脏 肾 竹耳 或者肾翘 在耳 由于肾经打虚 可以出现耳聋 耳聋的原因很多 但确实是肾虚 容易出现耳聋 最常见的肾虚耳聋的症状 老年人耳他听力差了 那一般的说 从我们这个中医理论角度考虑 是因为老年人肾气虚了 肾经也虚了 肾经虚 他不能充于耳 所以出现耳聋 当然也有的暴龙的 那一般都是火 这个肝火太旺 也可以突然出现暴龙 肝胆之火太盛 那跟这个所谓 惊脱者耳聋 是虚实不同啊 惊脱 肾经大虚 肾经不能滋养于耳 因此耳聋 弃脱者目不明 目 眼睛 五脏六腹之精气 皆上驻于目 而为之精 所以 眼睛的视力好坏 当然和肝有关系 肝开窍于目 但是五脏六腹之精气 皆上驻于目 那看那个目的视力 看那个眼睛的有神没神 那是看五脏六腹之精气 所以 弃脱 那是五脏六腹之精 大虚 五脏六腹之弃脱 所以目不明 眼睛看不清东西了 金脱者 奏离开 汉大蟹 下面不是讲 汉处真真是为金吗 所以 奏离开 汉大蟹 这种情况 是金脱 那是肯定的 汉是金也所化 大汉处 当然 金要脱了 叶脱者 骨鼠屈身不利 上面讲了 叶有这个 注于骨 骨鼠屈身吗 那么由于叶脱了 就不能滋养于骨 不能润滑关节了 所以 骨关节之间的屈身就不利了 色腰 颜色也已经 枯 枯搞 乌滑了 因为它润泽皮肤嘛 所以它色腰面 皮肤颜色 面部色泽 就枯搞乌滑 不润泽了 所以色腰 脑水消 叶是补益脑水的 所以叶脱 脑水当然也就消了 颈酸 因为叶注于骨 骨须 骨骨 不能得到叶的滋养了 所以小腿也酸 耳朔鸣 经常出现耳鸣 叶脱着 金也脱 金也都脱了 所以叶脱着 肾经也须 出现耳术鸣 甚至于颈酸 颈酸一般的考虑 也是多考虑肾虚的问题 肾之所以虚是叶脱 叶 金和叶又是相关的嘛 肾经不足了 所以出现了颈酸 出现了这个耳朔鸣 或者说叶不能 注于骨了 所以小腿酸 血脱着色白 妖然不泽 血大脱脱湿了 血脱湿了 面色当然不红润了 所以色白 妖然不泽 面色一点不润泽了 苍白了 奇脉空虚 这个奇脉空虚啊 虽然血脱着 可以奇脉空虚 但是我们联系上文啊 精气 金叶 血脉 这六折 这个在这段子里头 讲了呢 讲了是 这个这个 六个脱 有金脱 气脱 金脱 叶脱 血脱 还没有脉脱 所以 有的有的书记 或者注视家 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奇脉空虚前边 应当是 脉脱者 奇脉空虚 啊 我们在教材的20柱上 就是90页 第20个柱上 也看到 在奇脉空虚前边 甲乙经 就有脉脱者 三个字 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六气之脱 就全了 因为 脉者 血之腐嘛 拥而迎气 令无所必嘛 那么脉要脱了 其脉 空虚 此期后也 这是六气脱的一个常见的 或者最主要的正后 最主要的症状 方帝曰 六气者 贵贱 何如 说是 精气 今夜 血脉 这六气 有没有贵贱之分呢 谁主 谁赐啊 奇脉回答说 六气者 各有部主也 六气啊 各有五脏之所主 分别不同的脏腑所主 比如 肺主气啊 肾藏经啊 脾主 金叶呀 等等 六气各有心主 血脉呀 六气各有所主 这个 其贵贱 善恶 可为常主 各有所主 就各有五脏所主 其贵贱 善恶 可为常主 谁好 谁坏呀 谁高 谁低呀 其实话说来 谈不上 贵贱 高低的问题 因为五脏就分不出贵贱高低来 它是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 尽管 灵来密典 论上说 君主之官 臣死之官 他并没说谁主 谁赐 谁都离不开水 所以其贵贱善恶 可为常主 可为常主 就善也好 恶也好 都应该知道他 都可以知道他 脏腑的状态 常主 是脏 主是脏腑吗 可为常主 可以知道他脏腑的状态 六气各有所主 那么他的贵贱善恶 通过六气的贵贱善恶 通过前面我们所看到的耳聋 目无名 颈酸等等等等 这些症状 情况 可为常主 可以知道他内脏的情况 比如耳聋 根据他年龄特点 一般情况 那就应该是甚虚 对不对 所以说 其贵贱善恶 根据他的贵贱善恶的表现 这贵贱善恶 就是说 这病态 还是正常 还是不病 还是病理状态 还是生理状态 可为常主 可以知道他 各脏腑的功能状态如何 听力很好 精神头很足 特别听力很好 这考虑 肾经不衰 腿也酸了 也没劲 站也站不稳了 耳聋了 肾经大虚了 然 无辜于胃 为大海也 虽然是知道 是哪一脏 哪一脏的这个生理 乃至于病理 六气 其所主不同 但是呢 总的来说 这六气 都以胃为其大海 也就是说 最根本的是 来源于水谷 精微之气 因此说 六气 以为一气嘛 都是从水谷 精微之气所化的 胃是水谷之海 所以说 然而无谷与胃 为大海也 也就是六气啊 都化生于 水谷 精微之气 而胃气 是其最重要的根本 下面看这个 教材九十页的 理论阐释 关于气的概念 气这概念 在内经里头 是一个很广泛的 我们这只是说 根据这个 实用内经 词句词典 把气啊 分成若干类 其实 在内经里边的气 那么天地之气 阴阳之气 人体内之气 那就是很多的 它有正气与邪气 凡是万事万物 多有气 一块石头也有气 内经里有记载 所以一块枯 一块断草 枯草也有气 素问奇病论上有吗 说芳草直气煤 食药直气汗 那不是讲的草吗 所以各处都有气 无无无气 只不过说 气跟气不一样就是了 所以芳草之气煤 食药之气汗 生有生气死有死气 不同的气 因此在内经里 气的概念非常广泛 具体的在这儿呢 我就不谈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这个教材了 第二个理论阀释呢 是讲了个今夜的概念 机器与精血的关系 这里头 第一个小自然段 就是这个理论阐释二的 第一个小自然段 是讲的阴阳清浊 它的性质 它的性质 金叶呀 精血呀 在性质上 有阴阳清浊 这样的不同 在分布上 有表里内外的区别 这个第一个小自然段 主要是讲这个 金叶与精血呀 它们的区别在于 清有阴阳清浊 在分布上 有表里内外 不一样 对不对 你比如叶 就偏向于理呀 金就偏向于表啊 那么血啊 形于脉中啊 金是藏于肾脏啊 金叶相对而言 那个金就属阳 叶又属阴呢 所以 金就清 叶就灼呀 这相对而言嘛 所以这段是讲这个问题 阴阳清浊 表里分布不同 第二个小自然段 是讲金叶的护化 第二段的上半部分 讲的是金叶护化的问题 金叶护化 金血护化 金叶又化生为血 所以 金叶到于脉中 那就是血液组成部分 一个是讲的护化 另外一个讲的 这四者金叶 金血 四者的功能上 也不一样 有一定的区别 那所以呢 这个第二段的理论厂试啊 是谈了这样个问题 基叶的概念 与其金血关系 主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 林郑指药 林郑指药 讨论了这样 提了这样 这个 主要讲了这样两个问题 一个是精脱者耳聋 这个精脱者是肾经 亏虚 肾经 豪脱 脑水空虚 所以出现 耳食其痒 没有精叶滋痒了 没有精的痒了 所以出现耳鸣 这个因此在治疗这类的病的时候呢 补肾的方法 是常用的 因为讲的是精脱的耳鸣嘛 那肝火那当然不算 这一上火 一着急生气 耳朵聋了 那赶紧泻肝火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急的 暴龙 那么这种精脱的耳聋 肾经亏虚的耳聋 要用滋补肾的方法 滋补肾阴的方法 这也提出来 一般可用六位帝皇加减 酌情可加入柴虎 此时 加柴虎的意思是属于柴虎 走为肝胆经 因为胆经绕耳 绕着耳头走 所以加点柴虎呢 让他引经 引那个肝胆经的 从这个胆经的角度考虑 但是毕竟以子肾 以补肾为主 六位帝皇补肾阴嘛 将此时 此时有些重症 来治疗他这个耳鸣响 免得他这个虚火 他虚火生 有一个左瓷耳龙丸 左瓷耳龙丸呢 主要是六位帝皇 加瓷石 还可以加柴虎 叫耳龙左瓷丸 就是取的这名字嘛 左瓷 不是三国时候的一个名医吗 以这个医生的命名吧 加上这个柴虎呢 是为了 和这个瓷石呢 是为了 疏肝震肝 同时说 还可以加上 一些滋阴的药 一肾气 构其子 肉从容 人肾 这补气 补肾 同时又可以说 用些开窍的药 治疗耳龙的话 比如 这个 昌浦远至 因为在内经里头啊 耳的问题啊 确实有肾开窍于耳说 又有心开窍于耳之说 对不对 说肾开窍而音 心开窍于耳 所以呢 用开开心窍 这个石长谱远至 话谈开窍 开窍是开的心窍 所以从这个理论思路上 以及临床应用上 这些的是提供参 可以 可以注意的 可以提供参考的 当然我们 林郑只要也说了 耳龙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有酒 龙有酒暴 一般并有虚实 这是讲的耳龙虚实的问题 那个 其实啊 有的好治 这个暴龙的好治 相对来说吧 那个酒龙甚虚的酒龙 确实很难治了 尽管我们提出很多方法 仅供参考 还是知道很好研究的事 特别是那个酒龙啊 那是应该有一个这个 医学知识教育宣传的问题 不要等已经龙的听不见了 多少年了 那再治 现在看来是非常难了 已经有一些耳背了 所以年龄大就耳背了 那赶紧治 效果还会好一些 真的多少年龙了 老年人多少年龙 说再给治回来 我现在看到是 没有看到治愈的这种病例 所以呢 应该有一个知识宣传呢 啊 要龙了赶紧治 耳朵背了就赶紧治 那还应该说 效果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 我们在看到 看其他病的时候 不是看耳聋 看到其他病的时候 为了治别的病 这个病人可能出现 听力的问题 那是可以作为一种 辩证的参考 银床辨别疾病 那么考虑到是肾的问题 还是心的问题 啊 这是值得重视的 那惊托着耳聋嘛 还有夜托着耳朔明嘛 都可以作为一个临床 那个辨证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第二点说 气托着目不明 这气托可是五脏之精气托 不是单纯是肺气托 当然肺气托也看不清东西 总的气托的都是 是势力都要差 所以教材的这个 林郑指要的第二点 讲的是气托者目不明啊 特别提出来 脉药精微论所说 精明五色者气之滑 这精明就说的眼睛 五色是面部的五色 气之滑 五脏之气的融华表现 大后论又说 五脏六腑之精气 皆上注于木而为之精嘛 所以是万物 别黑白神短长 那人的视力之所以 能够区别颜色 判断形态 那都是因为五脏之精气充沛 所以在临床上 只看根据这个眼睛 视力的如何 也可以判断内脏之精气 当然是说在病态上 在有病的时候 出现视力上的障碍了 是这种状态下 当然另外我们还知道 肝气通于木 一般的说 一般的问题的考虑 是肝开窍于木 但是在很多疾病上 除了考虑到肝之外 更应当考虑到五脏 这个我是说 在临床应用上 是在很多的疾病情况下 出现眼睛的视力的障碍 当然你们别多心了 有很多同学都近视眼 我没说那是五脏大虚 那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也不能说 因为五脏初始眼就近视了 也不敢那么说 所以这个根据视力的问题 根据眼睛的这个视力的变化 也可以作为临床辩证的一个参考 特别是有很多的疾病 它不是眼睛本身的病 它是内脏的疾病 而出现视力障碍 这个藏相部分呢 我们就把这篇讲完了 从教材的内容上看 就全部讲完了 这个藏相理论呢 是我们内经理论的核心 因此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是核心 所以就贯穿到所有的理论当中 不管咱们以后研究的经乐也好 病因病机也好 诊法也好 质责也好 等等等等 各个方面的理论 都要都贯穿着藏相 所以这一章啊 我们大家应该认真的 很好的复习 咱们呢 教材上又做了个小节 说本章啊 主要介绍了这样一些个内容 一是藏与府的区别 主要在于藏县 当然还有个齐横之府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讲天之武器入鼻 藏心肺 地之武器入口 养五脏 维持生命活动 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 是天人相应啊 天人相 把这个人和自然联系起来 看的一个理论 心气通于下 肺气通于秋啊 四十五脏阴阳的理论 是一个重要的 甚至于 或者说四十阴阳 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 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的方法 第四个问题 又提到了强调脾胃不主食的问题 强调脾胃不主食 其实是强调后天之本的问题 第五是上中下三交的特点 以其界限划分 第六呢 五脏所藏精气 五脏藏神 五脏藏神的问题 五脏藏神 就是我们中医理论特点 中医理论特点从哪来的 这就是从内经来的 所以必须认真的学习 认真的理解 才能认识很多的中医理论问题 不然的话 你这个这个理论不理解 临床用药就没有办法用 第七个问题 是讲了六气的概念 精气血 金叶血脉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必须很好的理解和掌握 这个藏相问 藏相这一章我们就讲完了 下课